各位兄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是大年初三,在此和大家拜年。 希望大家都是祝恩滿在好友神的福氣。 我祝福大家常滿,在我們的心中, 常常滿在神的憐憫和恩慈, 以致我們都是更有能力去愛我們身邊所有的人。 讓我們一同的禱告低頭。 神,我們到你的面前, 我們願我們的心被你的恩典,你的憐憫充滿。 讓我們都是感受到你的愛。 主,我們要去思想。 你是我們的主,你是我們的神。 你是我們的盾牌,你是我們的詩歌。 你是我們的福分,你是我們的產業。 除了你之外,我們是不再需要有別的神。 除你之外,我們再無依靠。 你是我們的唯一。 我們就是選擇你。 我們這樣去感謝你。 主,我們到你的面前,求你越納我們的讚美。 我們將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在這裡享受我們對你的敬拜。 我們這樣祷告奉主耶穌明志而求。 Amen。 而言之,我們要去感謝你, 我們來這裡享受我們。 甘河奉主耶穌。 主恩心求 哈利路亚 順拜 完備的主 歌聲高創入魂 當這世界 仍是浪漫 基督降世舍身 是我們從最累的學生 我願重量跪拜祢 歌聲高創入魂 舉起手來正贊祢 歡呼主愛大能主下 你是我詩歌主呀 你是我盾牌主呀 你是我今生不便主在 感謝祢 同床主恩心求 哈利路亚 請拜 完備的主 歌聲高創入魂 當這世界 仍是浪漫 基督降世舍身 是我們從最累的學生 我願重量跪拜祢 歌聲高創入魂 舉起手來正贊祢 歡呼主愛大能主下 你是我詩歌主呀 你是我盾牌主呀 你是我今生不便主在 你是我今生不便主在 感謝祢 我願重量跪拜祢 歌聲高創入魂 舉起手來正贊祢 歡呼主愛大能主下 你是我今生不便主 你是我今生不便主在 感謝祢 誰曾經 一生不别下我 每段乘路 谁陪我去走过 谁还带我 与正祖天静处套我 风就变迷 离开沙更多 谁曾经去 天天看不着我 早夜眷有 临头发也收过 谁还意外 他走心无对话 欠望 那他路途坚弄就算我 因你是我知 我被压缩 我盾牌或思考 你是我的风陪 我随时帮助 爱卖用信心 赞助我高歌 你永在我手下 为你要温身奏 我随你已爱 不已靠别过 谁曾经去 一生不别下我 每段乘路 谁陪我去走过 谁还带我 义时帮助自己 他会忍身奏 云前走天静处套 他乎 风就变迷 以开沙更多 谁曾经许 天天看高着我 昼夜眷油 面堂发也送我 谁还意爱 举着心里被怕 怜难 打举流途兼共着书我 因你是我主 我被难受 我疼太祸思过 你是我的高台 我做事帮助 我把握信心 赞助我高歌 你永在我身方 为你永生供我 随你以爱满意投意过 因你是我主 我被难受 我疼太祸思过 你是我的高台 我做事帮助 来我用信心 赞助我高歌 你永在我身方 为你永生供我 随你以爱满意投意过 我究竟算什么 我究竟算什么 我看能否也尽好 我永远小是我的 不遍你温暖 我永远小的年轻是小的年轻 你永远很远 下来 你永远有信心 赞助我 你永远大 你永远有信心 赞助我 我永远有信心 曾经 耶稣是我的希望 耶稣是我的快乐 耶稣在我追悼之时 令我到下赞美 耶稣是我的生产 耶稣是我的同牌 耶稣在我悠悼之时 是我所可依靠 让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一章三至七节 愿重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值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从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扭坏 不能沾沽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恩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便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人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念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清赞、荣耀、尊贵 耶稣是我的希望 耶稣是我的快乐 耶稣在我追上之前 令我都可赞美 耶稣是我的山寨 耶稣是我的天派 耶稣在我犹想之时 耶稣是我的天派 耶稣是我所等待 耶稣是我所可靠 耶稣 让我今好真伤 在祢的真善美 耶稣 让我今好真伤 在祢的真善美 作曲 李宗盛 我将只忘见的月 我住的光耳补血泪 从未胆敢自我夸口 只一心对基督信求 只一心对基督信求 基督在我主上 基督在我主上 因主爱 无尽七颗 自概掩主 更靠他的 不扭人殿 狂暴风中 狂暴风中 我靠近主 我必紧透于主 我必紧透于主外里 基督在我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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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贪燕赞在神前 可贪燕赞在神前 基督赞我主上 恩主爱奴若边力量 暴风雨它是神永作王 基督赞我主舍 恩主爱奴若边力量 暴风雨它是神永作王 我们心里面本有确据 主耶稣是我们的福音 我们感谢祢 我们的王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多谢Christine带领我们这个敬拜的时间 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祈祷 然后进入今天这个讲道的时间 好吗?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承言你是那位差遣独身 而指耶稣基督去到我们中间的那位父神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处石 所以当我们的人生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时日不是很长久 但是你却要我们每一个在当中 去经历你自己的奉承 我们今天都恳求你成为我们信仰 或者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处石 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信靠里面 在我们每日的言行当中 我们都能够高举你 就是让人见到我们 不是见到我们自己的意义 而是见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思想 真是如何去得着这个永恒的上赐 永恒的成功的时候 我们愿意你的话语来去教导我们 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新年头的时间 我们能够已经去懂得 如何来去用你给我们的教导 去活出生命那种的影响力 求你都赐予我们每一个人 真是有平安喜乐在我们里头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终现真是仍然在一个疫情当中 但我们看得见你的同在远超一切 你的保守看顾多过我们所想所求 我们祈祷交代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祈祷 阿们 好 今天我会继续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就是叫做成功的秘诀 这个成功秘诀的时候 其实也有提到几样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做 永恒的赏赐 也都是永远的成功 那经文就会在路加方第十六章一到八折 但是呢 进入这个讲导之先都再一次祝大家 新年无福 住恩满日 也都是身体健康 灵命日奖 让我们在新的年里面 都能够可以经历主更多的恩典 今天也是情人节 也是年初三 所以其实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多祝贺的说话 因为今天的经文都和钱有关系 所以我都在网上找到一些关于钱、银有关系的祝贺语 大家看不看到我的POWERPOINT 我想问一问 看不看到的? OK 好 因为我自己看不到我究竟是不是在播这个POWERPOINT 这个祝贺里面有很多关于钱的祝贺 例如有些人说 招财进寶 财源广进 富贵有余 大展鸿徒 步步高升 飞煌腾达 但是仲观这一切的祝贺语里面 关于钱有关系 都似乎是积存的 例如招财进寶 财源广进等等 不是去用出来的 总之是你自己在围内得着那种益处 或者那种的财保 另外有些的祝贺语跟牛年有关系 所以我也引用了几个 他在这里说 牛肖封年 牛屎在燕 牛气冲天 还有一个我都觉得挺特别的 他说牛转乾坤 这个你要用国语讀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叫做牛转乾坤 因为如果用国语音 鞋音就是扭转乾坤 所以你发觉很多的祝贺词都跟牛有关 有些叫做赞进金牛 或者是牛年法大财 当然你说牧师 为什么你讲这么多关于钱的东西呢 我就看到其中一句 都挺好的一个祝贺 它说祝你懂得花钱 生活小看 因为很多时候你发觉 我听过一些的新闻 就说某些很有钱的人 他每一天做很多小时的事情 他每一天 每个月他只是用不知几百元港币 我听到这个时间 我就觉得 真的很替他辛苦 你想想他赚了很多 但原来一个月里面 他只是实质用给自己的钱 可能只有几百元 他赚这么多 对他有什么益处呢 其实真的好像赚得来 但却是没有一些 在他生命当中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 跟钱有关系 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 耶稣基督说了一个比喻 而这个比喻 也跟钱有关系 甚至乎都引伸到之后 他有一句话 说要叫我们在小事上中心 在大事上我们才会中心 那我们尽管看看这段经文 我们先看路加坊第十六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请听我读出这段经文 耶稣又对门徒说 某财主有一个管家 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到了 你做的是什么事 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 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 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作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好呢 坐地吗 没有气力 土饭吗 怕丑 我知道怎样做 好叫人们在我不作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他把欠他主人的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一百罗油 管家对他说 拿你的帐快坐下 写五十 他问另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一百石物子 管家对他说 拿你的帐 写八十 主人就夸掌 夸掌者 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在这个比喻里面 其实当我们尝试 找回这个比喻解释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些 可能我们少见到的一些情况 所以以下 讲这个比喻解释里面 有五样的东西是想跟大家去看一看的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标题里面 其实很特别的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他用了一个 我将他翻译为 叫做 真厉害的管家 或者真厉害的经理 因为他用了 Sewood Manager 这个字眼 然后 就是对应中文的翻译 就是叫做 不义的管家 究竟他是真厉害 还是不义 你发觉 英文圣经 如果你打开NRV 他有个标题 他就说他 是一个精明 或者真厉害的管家 那为什么我不用精明呢? 因为这个人 似乎 都是果农一点 所以我只是说他是真厉害的 但是他不是精明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呢? 因为你发觉 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第八节的开头的时候 上半段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这个是一个 dishonest的管家 中文圣经的翻译 有点不一样 他就说是不义的管家 但是呢 主人却称赞他 做事精明 OK? 所以我降低中英文 你看到就是说 当他这样形容这个管家的时候 究竟这个主人 是对他有什么的看法呢? 那他就尽管再详细地来看看 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 你发觉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究竟他是一个精明 还是一个不义的管家 第二个想和大家留意这个比喻 就是这个管家的角色 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 当看到他是一个管家的时间 我们经常都有一个感觉 就好像英文的字眼说 叫butler butler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全国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他管的 但是呢 似乎在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这个人不是管了全家里的东西的 所以你发觉 他不会和其他人有什么东西的联系 反而还要被人告 被人告到家主身上 就是说这个人浪费家主你的东西 所以你发觉这个管家究竟是什么角色呢? 那么如果用今时今日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间 可以说是一个理财的规划师 或者是一个财务的信托人 financial planner 或者是一个叫trustee 那么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姊妹 你都可能找一些人 不论是银行也好 或者是某些人 你只是把某部分你的资金 放在他那里 然后等他来帮你 来管理 那么这个管家角色 就是类似一个这样的角色 所以你发觉整个的比喻里面 都只是讲他的本数而已 那么我们再继续去看了 那么我们也要看看他解雇的原因 那么因为我们经常被圣经的标题 来扯了我们去思想 他们被解雇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他不义 但是你其实又发觉不是的 他解雇的原因是基于什么呢?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 这里圣经这么说 他说在第一节的时候 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 于是这个主人就说 我听到你所做的事 你正在做什么事 于是他就说 你交代清楚你走了 你不是再为我的管家 所以你发觉 唯一一个告管家的原因 或者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独职 独职的意思就是说 他将本身应该是帮主人继续来滚大他的钱财 但是却是浪费掉了 浪费这个字呢 如果你看回上一章第十五章的时候 其实那个字眼是跟那个小儿子 拿了爸爸的身家 然后出去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 圣经里面形容 他是放荡他的人生的时候 他就浪费了他爸爸 所给他的一切财富 那么那个字眼是同一种字的 就是说 我不着意不着紧地 随便来用 于是乎 这个就是浪费的字眼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这个管家之所以被解雇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浪费了主人的那些财富 但是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自己的问题 那他聰明的在于哪个部分呢 既然他不是因为他不易被炒 而是因为他浪费被炒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他真的有他聰明的地方 那我们都基本去看看 这个聰明的部分究竟是有什么的例子 那这个圣经里面他这样说 他说 你发觉第四节 当他知道自己的职位不保的时间 要交代清楚那盘数的时候 你发觉他第一件事 他立刻想到 这个人真的很聪明 如果我看他为一个 在现在这个世代来做人的话 那他真的叫做聪明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知道怎么做了 他叫人在我不再做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家 所以你发觉他在做什么呢 基本上某个情况上面 他在这里 他就开始由浪费到一个不诚实 或者叫做不易的那个步骤 所以你发觉他被炒了之后 他才是尽心去成为那个不易的管家 他之前只是浪费 于是他叫他主人的债仔逐个逐个来 来的时候他问头一个 耶稣只是举了两个例子 就说你欠个主人多少呢 他就说一百螺油 一百螺油大概是多少呢 其实大概是三千个litter油 就是从当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数目 所以你发觉当他说 你欠一百螺油的时间 大概是三千公升的油的时候 他说行了 写五十 就是写一千五的公升 那你想想如果那是债仔的时间 他是不是省了一半的钱 那你发觉在过程当中 这个管家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继续帮他的主人浪费一些东西 但是他有一个的转向就是什么呢 既然现在我没得做的时间 于是他想的就是说 我怎样在这些浪费里面 令到我自己得益 所以你发觉他是充分地利用自己独职的行为 特别当他要交代这笔帐的时候 他就发觉既然都浪费了这么多 不赚再浪费多些 然后使自己得益 所以你发觉 这个是他其中一个精明之处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变本加例 这个变本加例是说什么呢 他就另外一个债仔又来了 他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呢 他说一百石物纸 一百石物纸 对于我们现代人 又不是很清楚是多少 其实呢 大概是三十吨 三十吨是多少呢 我自己也按过一些计数机 就发觉原来等于差不多是三万公斤 所以你发觉那些人是差很多的 于是他说 你差我主人三万公斤的时间 于是他说 打个八折 二万四好了 于是他就这样去欺诈了他的主人 在某程度上 所以你发觉他这个变本加例 就是他用一个不诚实 来表现出 既然我也是浪费了主人这么多 于是我加上我的不诚实 令到自己得着最大的益处 这个就是他精明的实例 所以今天我也想提醒 而在很奇怪地 耶稣基督在最后 就是我所提的一点里面 他说什么呢 这个主人却对这个 已经炒了不诚实的管家 只在他还没卖数 就是表彰 他说这个人真的是 真的叫做叻的 那他说什么呢 他说主人就誇掌 就是这个不诚的管家做事精明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去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比喻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今天去到我的第二点 也是我最后一点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耶稣基督是其实有继续讲下去 这个比喻是要我们去学习些什么的 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尽管再看看圣经 第八节的下半部 我们看到第九节 先看这两节 这里他说 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 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 这个我特别提出第一件事 是耶稣基督鼓励我们 如何从这个不义的管家里面 学一个的功课呢 他是提醒我们要做光明之子 当我们去看做一个光明之子的时候 我们发觉 其实某个程度上 是难过做这个金势之子的 原因是什么呢 他可以没有约束地 由他本身最初浪费 去到一个是我可以去欺诈的一个情况上面 于是他是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但是你发觉做一个光明之子 却不能够的 因为我们发觉 圣经里面其实也真的有讲及 一个光明之子 他应该有什么特质在我们当中 我们尽管看看 《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八到第十节 这里圣经里面说 从前里面是暗会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成实 总要察验什么是主所起于的事 所以当提到这个光明之子的时间 或者光明的子女的时候 有两样东西 这个光明之子必须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要保存有几样的特质 第一件事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的特质 所以你发觉 那个人就绝对不可以 像那个不义管家一样 你欠100就写80 你欠100落右就写50 我们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另外一件事 耶稣鼓励我们作为一个光明之子 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插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间 其实耶稣不是叫我们去验验验 来得着我们最大的益处 耶稣其实是想鼓励我们 特别在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不义管家的例子当中 是想我们从他不好的例子当中 学习一些好的事情 那我们要看看究竟 耶稣想我们学什么 很多时候新年 你发觉我小时候 我突然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想起我妈妈曾经很多次 在拜年的时间 经常都会这样说的 譬如探望我扣母的家里的时间 就指着我的表哥说 你学一下别人的表哥 表哥很厉害的 表哥什么什么 然后教我要做好像表哥那样 当然当时你都不会常见到你表哥 所以你只是在那一剎那看到你表哥 看起来很乖 看起来很有成就 但是这个 为什么我称之为一个不好的例子 来到学一个好的教训呢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错觉 你学一下哪个 但是耶稣基督其实不是叫我们 学一下这个不义的管家 他要我们学的 学他精明之处 所以等会分清楚 这个不义的管家 不是我们要学的 但是要学他精明的做法 这个精明做法 耶稣基督在第八节的上半部 就是藉着主人说的 那个说话已经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说用一个不义的钱财 去使我们得着一个更大的益处 这个不义的管家 他之所以精明就是他明白到 这些钱只是一个数字游戏 所以你发觉就算他浪费了主人的东西 你发觉他在数捕里面出现的东西 就是我写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你发觉在过程当中 这个不义的管家很知道 我能够将一些似乎不是那么有价值的东西 转化为一个可以实质 令到我可以帮助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他精明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 我们不是要学这个管家那种浪费 不负责任、不诚实、不义等等 不是 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善用神 给我们在财务上 我们要有那种智慧 耶稣基督其实在整个的比喻里面 他说清楚 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究竟耶稣想说什么 这个管家懂得用这些数字游戏 来结交一些朋友 以至乎他被人辞退的时候 那些朋友就说 看你这么惨 我就接待你去我家里住 耶稣基督用同样的东西 对我们作为光明之子的一个提醒 既然我们不公义的 既然我们不可以去说方言的 耶稣基督鼓励我们 用我们所有的一些财政的资源 能不能够可以使人 去到我们这一处以至乎 他也可以进到神的封城里面的时候 你发觉我们就会得着那个人 我们往往是看留一步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就说我们用钱 譬如我们鼓励弟兄姊妹 如果你带那个朋友去报道会 你就请他吃饭 你是不是跟他吃多几次饭 然后跟他讲一下见证 然后才带他去报道会 那么顺主的机会都提高一点 这个某程度上都是对的 但是今天我很想鼓励弟兄姊妹 我相信耶稣所说是包含更多 耶稣鼓励我们不是去浪费我们 就是从神给我们的东西 而是鼓励我们怎么善用 我们手上所有的这些钱财 能够使人更多人是从我们的身上 看得见神那种好处 这个才是那个正确的用钱的渠道 就是不是说总之我好客就可以了 不是的 你发觉这个管家最初浪费了那些钱 圣经没有形容他浪费了去哪里 但是去到当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会不保的时间 他即时懂得说我知道怎么做了 今天帝影子们我想问一问我们 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现在有的收入 聚触或者是那种赚钱的时间 我们有没有问神 你想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些金钱呢 我记得我在祈祷会也跟帝影子们分享过 就是说约翰维斯利 他最初出来工作的时候 例子大概是他赚10磅一个月的 他计算他的数据 每个月他其实用4磅而已 所以他说既然我用4磅的时候 我可以多个十分之一 就是给多个十分之一比较 第二年他又很幸运 于是他加了薪金 加了20%那样 他有12磅 他就计算那条数 今年在他的洗肺里面 仍然都是4磅而已 通胀不是那么厉害 于是他说既然是这样 我从神得益 我就可以给出更多 这个心态是 不是个个人有的那种 对钱的态度来的 而今天我很想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看见神 如何赐福我们 而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福分 能够可以去祝福其他的人 以至乎那些人都看见的 不是我们的好处 而是看见我们所信的神 是藉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 那些人才被吸引去到神的面前 自己去认识神 这个才是我们从这个不义的管家 在他精明之处学习 善用钱财资源的事情 另外就是说 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当中 其实是一直在鼓励我们 去如何用金钱来带出永恒的效用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去提醒我们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钱财只不过是在短暂 在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有效的 OK 这个 阿历山大大帝 他33岁就离开世界了 他是打仗打到印度的时候 突然间患上一些急病 于是就去世 臨死之前 他就叫他几个将军 他说 你在那个棺材上面 开两个洞 然后呢 把那两只手伸出来 然后呢 他说我要藉着 我这个安葬礼里面 去告诉全世界的人 就算你得着多少 好像我这样 我死了之后 其实伸出来的两只手 都是空空如也的 这个是一种智慧 既然我们原来所赚的一切 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是带不走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怎样可以善用金钱 而带出永恒的效用呢 你发觉很奇怪的 刚刚看那段的经文里面 耶稣用这个比喻 不是注重在一个积蓄里面 而是注重在如何运用的当中 当然我不是说 千万不要误会 余牧师 就是说 大家不用操钱 不是 但是我很想鼓励耶稣 是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来去运用 祂给我们那种的丰富和丰盛 另外在善用金钱 带出永恒的效用的时候 他也鼓励我们 不要偏重于一些可以数到的价值 而是偏重于一些不可数的价值 所以你发觉管家都很聪明 他说我知道怎么做 所以他说数字是能数到的 他没有偏重这些数字 所以你发觉 100来游我写50 100石物纸我写80 你明白吗 他明知道这些数字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地方是什么 对于那个人 如果是一个得益的时间 他就会相应的 用其他方法去使管家 去得着一些的接待 或者一些的益处 所以你发觉 管家很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不是紧紧在数到的东西 而是紧紧在一些我们数不到的东西 OK 今时今日其实很想提醒各位 很多时候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们真的数不到的 你能不能够数到你健不健康 我们经常都是用个数据 所以你检查身体 你的血液报告 所有的指数就表明你是健不健康 但很多时候你发觉 健不健康不是代表 我的数据差或者好 是我健不健康 健不健康是我今天能不能够 活出那种我觉得舒服 精神 没有压力 那种的生活 这些才称之为 你是健康的 你的数据写得多漂亮都好 你各样指标都达标都好 但你发觉 原来我今天活得不开心的时候 你发觉 你算不算有健康的人 不算的 数据本身没意思 直到那样东西 在一个不可数的一个价值里面 你发觉 我经验到这种好的时候 这个才是对我们有益处 最后一样在这里 我所提到的就是 要将金钱带出永恒的效用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着重永恒的价值 而不是现在的价值 现在的价值是会变的 你发觉很多时候 你发觉你买一些东西 特别 很多时候 就是 有些卖鑽石广告的 的标题都写得很生动 鑽石行久远 一火永流传 是不是 是不是听过类似这些 这些的广告 意思是说什么 为什么鑽石这么小 要这么高价值呢 因为这件事 永恒都不会变的 所以你发觉 如果连世人都有这样的观念 那样东西能够 就是一来它本身有价值 而且它是能够存到永久的时间 你发觉 那样东西 它就觉得是更高的价值 以至乎人是用一些 现在有的价值去买那样东西 很多人买金一模一样 是不是 你买金的时间 你是看价钱 然后衡量 但是你买了之后 你发觉很多时候 你是想说 将来究竟的价值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很想鼓励 弟兄姐妹 耶稣鼓励我们 善用神给我们的金钱 以至乎我们能够带出 永恒的效用 今天我们有没有在福音上面 为主 去用一些的东西 用一些我们的资源 然后使人得着最大的那种益处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点 下一点就是提到 我们要在神的眼中 是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 那我们尽管又看到一段的经文 这里在第10节到第12节 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面忠心 在大事上面亦都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宜 在大事上亦都不宜 若是你们在不宜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 托付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我们尽管做一个排序或者对比 这个对比就是我们看看最小的事究竟是什么 所以你发觉用了两个最小的事 最小的事中心或者最小事上不宜 然后他继续讲的时候 他说不宜的钱财不忠心 然后到最后就是别人的东西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排序的时间 可以看到最小的事 耶稣基督在这里再引申这个比喻的时候 就是说不宜的钱财就是别人的东西 那大事是什么呢?我们就尽管看看 这里所形容的大事的时间 他就说在大事上面亦都要忠心 然后这个大事他所形容的 就是一个叫真实的钱财 那什么叫真实的钱财呢? 还有最后第十二节他提我们 他说你们自己的东西 很奇怪 完全好像有点不明白的 但是你不要介意 我一会尝试去解释 他最小的事情如果是钱财 和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最大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说真实的钱财 真实的钱财我相信 在《诗经》书里面你都找到一个答案 他就认定是神所赐予的一些很独特的福气 包括了我们属灵的恩赐 包括了我们属灵的那种的果子 包括了我们在里面有的那种的生命力 这些是真实的钱财 所以对应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说不是看那个数得到的价值 而是看数不到那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小的事是什么? 我们数得到的钱就是小事 数不到的大事是什么? 我们享受神属灵的那种风采 这个就是大事 最难去解释的是什么呢?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很奇怪的 是吧? 别人的东西我们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呢? 然后这里有一段经文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这里保罗这么说 我说 《加拉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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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特别降低的是 《加拉太书》 这里保罗其实用了一个例子 是当时巴勒斯坦人 在一个父亲一个儿子 要承受父亲产业的时候 你發覺在整個運作的系統裡面是怎麼運作的呢? 就是當這個人還未成年的時候,雖然他是繼承人 他名義上是一個會繼承父親產業的人 但你發覺當他未成年,未去到法定年齡的時候 你發覺這個人跟奴隸沒有分別的 他的管家比他更高級,他的監護人更高級 所有事情都在監護人的手 而這裏所形容的管家就可能是奴隸 他處理了一切所有事情,所以你發覺 小朋友沒有權去掌管家裡任何的事情 是這個管家或者這個監護人要教這個人 他怎樣理財,怎樣處理這一切 然後他都學了,到他成年了 於是那個預定的日期來到的時候 他就正式去繼承父親的產業 我用這段的經文想提醒大兄姐妹說什麼呢? 原來神給我們是遠超過我們所想像的那種風情 如果神現在給我們看的只是錢財 他就鼓勵我們去小心去學好怎樣運用神給我們的錢財 當我們懂得小心運用神給我們的錢財的時候 我們就在大的事情,什麼是大的事情呢? 那些真實的福氣 就是從神而來的福氣 從神而來的那種恩賜 那種我們在各樣的事情上面 都可以去見證彰顯神的作為 所以他鼓勵我們在小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的,金錢可數的事情裡面 我們如果是忠心的話 我們就能夠忠心於神交託給我們更大的事情 而那些事情是神預定 用回教育太書這個例子 神預定給我們的 如果我們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就是說 神預定是我們要有信心的 神預定我們是充滿盼望 神預定我們是可以從祂裡面知取最大的愛 來去愛其他人 當我們去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思想神預定的就是 祂給我們各樣的恩賜 以至乎我們有力量去做到神要做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說當我們肯去洗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我們仍然有的 這個就是我剛才形容所謂 就是誰還會把我們自己那份 來給我們的意思 耶穌在說什麼呢? 我們每一個都是光明之子 我們每一個都是在乘計天賦給我們的產業 我們每一個都是得著一個 會有更大的福氣來去來 但是唯一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有沒有小心去管理神給我們這些東西 這些小事 這些財物 這些財富 如果你在這些事情裡面我們管不好的時候 對不起 那個時間真的未到 神不能夠再給我們更多的東西 我們來處理 而那些東西 在加勒泰書這裡形容 是神已經預定給兒子的 我們雖然可能是說我們不是耶穌基督 我們不是神獨身的兒子 但是我們每一個都是我們是叫做 我們是叫做adopted son 我們是叫做那位是被收納成為兒子的那個 神也都預定在我們生命當中去經歷他這種福分 所以今天我想鼓勵鄧姐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有沒有去 在神的眼中成為那個值得信賴 哪怕是金錢 哪怕是一些我們覺得是小的東西 哪怕是一些東西我們覺得 我們都會保留給自己 而不是給別人 今天我們要問 我們能不能夠說 主日我願意為你的緣故 去善用你所給我的一切的資源 好 第三件事也是最後一點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唯獨去是奉神 我們再看第十三節 盧教坊第十六章第十三節 他這裡說 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 他不是恨者個愛那個 就是重者個兄那個 你們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馬門 我想跟大家看看有幾個詞彙 你發覺耶穌基督刻意是交錯地運用的 剛才我們看最小的事 你可以對應下一句的最小的事 是一樣的 再下一句的最小的事 就是不義的前作 再下一句最小的事 就是別人的東西 你可以對應得到的 但是這裡不是的 對應不到的 儘管看看 恨這個愛這個 然後重者個兄那個 他是交叉了 明明什麼叫交叉了 就是你恨那個 就不會重那個 你就會是兄那個 但是這裡他卻不是去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我想去提醒各位 是一樣什麼的事情 原來這個就是往往我們對於金錢和服侍處裡面 常有的那種的混額 那種的混額是什麼 我們恨那個 哪怕我們會說究竟那個是神 還是金錢 我們還未定得到的時候 你發覺我們往往有時候是會中那個 你明白我說什麼 你可能說 我很不喜歡這份工 但是為什麼我繼續打這份工下去 因為我為了要賺錢 明白我說什麼 你有時候在工作環境上面 你的老闆很恨你真的 但是你卻重那個 因為原因 你基於要繼續去賺錢 所以你發覺耶穌是用一個交叉的方式 來做一個對比 另外他形容愛那個 但是很多時候是我們兄那個 你想想是不是 有時候可能是說 我最愛就是我家裡那個 就是我的伴侶 但是你發覺往往你因為去追求另外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放輕了對他那種的注重 甚至乎有時候父母是做什麼 因為我要賺錢 所以我給不到愛你 所以我用什麼給你呢 我用一些數刀的價值錢銀 來表達我對你的愛 但是其實某個情況上面 你是混淆了 究竟你是恨還是做 你是愛還是輕 我們還沒搞清楚 但是不要忘記這兩句話 有一個對比其實是沒有改過的 他說一個人不能夠侍奉兩個主 然後到最後他說什麼 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 如果我們設定服侍神 服侍馬門 是耶穌一直在說這個對比的時候 我們的混亂在哪裡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神啊你不要那麼煩 你不要給我們那麼難的挑戰 OK 我們恨祂 但是往往的時候 神也都想鼓勵我們 我們要中祂 但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不是的 我們會在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時段 我們就做那樣東西叫尊重祂 OK 但很多時候 換轉另一邊 我們儘管當馬門是做一個直接對比的時候 我們愛馬門的 某個情況上面 但是神要我們學習一個功課 就是我們要聽這件事 所以今天我用這段的經歷 很想提醒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神是鼓勵我們 耶穌基督是鼓勵我們 分清楚你怎樣是唯獨的來去服侍祂 我即時想起耶穌基督在祂面對試探 在同樣路加坊第四章第五節到第八節 你發覺這個試探我想提醒各位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面對的 這裡聖經形容 它說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 灑時間把天下萬國都自給他汗 對他說 這一切權兵和榮華我都要給你 因為這原事交給我的 我願意給誰就給誰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這一切都歸你 留意耶穌的回答 耶穌回答他說 經常記著要拜主你的神 唯獨是奉他 我間低唯獨是奉他 英文聖經說得很清楚 Serve Him only 所以你發覺耶穌其實都面對這個問題 在祂出來試奉的時候 第一件事 他其中這三個試探裡面 其中一樣 就是說 我給你一切 你一切都會封足 你不需要其他的 你有這一切 耶穌即時去看得到 我要敬拜的是我的神 是唯獨去侍奉祂的 這段經文出處 其實是在生命記第六章第十三節的 很奇怪地在中文聖經沒有譯到那個 Only這個字 所以聽聽這句聖經 他說你要經歸耶穌華 你的神是奉他 奉他的名起世 我也間低在英文聖經 其實是譯到出來的 他說Serve Him only 我特別間低Only這個字 所以你發覺 當以色列文去想要進入加南地 摩西提醒他們 你所有的 你進入那個地方 雖然是要努力的 是要自己去贊取的 是要自己去爭戰的 但是他發覺 他提醒這班以色列文 你去到那個地方 你要敬畏耶穌華你的神 去侍奉祂 是單單的來侍奉祂 然後他提多一句奉你的名起世 當然這裡我不斟著奉你的名起世 特別是耶穌慶祂叫我們 不要亂起世 但是這裡我想說 奉禮明的起世 在當時的《以色列文》裡說 就是說什麼 任何東西我都建基於我和神之間 那種的立約和誓言的裡頭 兄姐妹 今天神也鼓勵我們 在祂所給我們的一切 哪怕有時候我們覺得封城 有時候我們缺乏 保羅也是在《非納比書四章》這樣說 說富足或有餘 說貧窮或缺乏 他都知道一個秘訣 他說什麼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相信保羅很看得清楚 神所給的不是真的數得到的東西 而是包括數不到的東西 是那種已經預定在他心靈當中 所要去承受那種的封城 所以他哪怕要跡象牌 哪怕他不是經常得到一個穩定的捐獻 但是他說我已經知道 怎樣來處悲賤 怎樣來處富貴 因為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今天當我說 我在這裡提醒各位 也提醒我自己 要去唯獨的去侍奉祂的時候 我想提醒提醒姐妹 神要我們去看得到 當我們唯獨侍奉祂的時間 我們才會輕看前才對我們那種吸引力和力量 當我們說唯獨侍奉祂的時候 我們才會建立到那種對祂的信靠 以至乎在我們看不太有餘的情況下 只要是祂被我們感動的時候 我們相信祂仍然是好像主導文所形容的 日用的飲食 今天刺激給我們的各位神 所以祂絕對是很想我們去經歷祂的風盛 祂問的關鍵是在於 我們會不會在這些小的事情上面 去願意為主來給出來呢 所以今天當我們說 我們再約我們的朋友 立刻他們未信主的時間 我們有沒有一個焦點 主啊讓我可以分享你的風盛在我裡頭 不是只是請祂吃一頓飯這麼簡單 而是分享你的生命 你怎樣去經歷神 這個才是有智慧的地方 這個才是好像那個不義的管家 我們要學他精明之處的地方 所以當我這樣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覺得神去教導我們 如果我們認定我們只是去侍奉神自己的時候 其他一切就不是我們侍奉的對象 哪怕是我們的金錢 哪怕是我們的職業 哪怕是我們其他的人 我們只是單單去尊神 還有祂的心意為大 所以願意神的話語來鼓勵我們 得到這個永恆的獎賞 就是祂一直已經預定 好像在加泰書四章一到二接所形容 到時候祂就會將這些東西給我們 今天關鍵在於 我們有沒有成為一個中心的管家 好好的處理好我們現在能夠掌握到的這些小事 就是耶穌所形容的不義的錢財來的 當然那個不義的錢財是因為之前的例子所帶下來的 今天神很想我們 善用神給我們有的東西 來去服侍祂 我們一起做個祈禱來結束今天這個崇拜的時候 好嗎? 天父上我們感謝讚美你 我們很多時候真的彷彿在一個貧窮的當中 因為我們沒有看見你是那位豐盛的神 但是當我們今天看回這個比喻 耶穌基督教導的時候 我們願意再一次回歸到你的裡面 我們願意再一次回到你的根前 我們願意憑信心來去宣告主你是那位豐富豐盛的神 主日今天求你給我們一個智慧的心 懂得在我們所有的一切 雖然錢財可能是一件小事 但是包括了我們有的那種的才覺 我們有的那種生命的成長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所能夠可以有的那種的經驗力量 我們都願意再一次去奉情給你 願意你親自的來去使用 將它再不是我們生命中的自己的主宰 我們是說主 我們願意唯獨的來去侍奉你 因為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真正正從你裡面 去經歷到這個智慧去怎樣運用我們一切的資源 我們深信當我們願意這樣來奉獻給你的時候 你就越有更多的恩典和風性 使我們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 所以我為了弟兄姊妹祝福祈禱 在牛年開始的時候 讓我們經歷的不但從你裡面去滿有主你自己的風性 我們宣告我們要成為那個流通的管子 去將你的風性都流出 去給我們身邊還未信主的朋友親人去經歷著你自己的風性 讓我們時常帶著一個焦點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使用我們這些有限的 去成為有永恆價值的事物 求你這樣來對於我們眾人同在 多謝你給我們的教導 所以聽我們的討告是奉耶穌基督得聖的名字祈求 阿門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再一次跟大家拜年 今天是年初三 我再祝大家主恩滿載 派封禮事給你們 希望主的恩典 他的憐憫都是充滿我們的心 好 有幾個的報告 由於新冠肺炎流行和 BC省衛生局的限聚令 不容許我們實體聚會 今年的會員大會就會在網上進行 日期是3月14日 會員大會的日期是3月14日 那請所有的會員 如果你們會出席的話 就在下個禮拜日之前 以電話或電郵聯絡教會辦公室 讓我們知道你們會出席 因為今年是我們第一次這樣去嘗試 我們有需要很多很多的準備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們會出席 網上會員大會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 我們好作準備 執事候選人提名 今天是截止的 截止時間是下午3點 如果你是希望提名的話 你還有少許時間 如果你是從電子郵件 收到會員通知書的話 你就用電郵來提名 如果你是從實體郵遞 收到會員通知書的話 你就可以用實體提名書 那實體提名呢 郵寄今天就可能趕不及了 但是如果開車還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在3點之前 交到去教會辦公室灰屋那裡 那執事提名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如果你們有任何提名人 相信你們是經過討告 神感動你 告訴你 你希望提名這位的弟兄或姊妹 希望大家以討告去進行 對 最主要是這個過程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每一個的執事聯絡 讓我們做一個討告結束 塞主我們多謝你 我們知道你是我們的福分 你是我們唯一侍奉的對象 讓我們知道我們今生的時間是短暫 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永恆 求主你是開我們的眼睛 見到我們身邊所做的事 我們手所作的 哪一樣究竟是有永恆的價值 就幫助我們去選擇 幫助我們去進行 幫助我們去完成這些的美事 主要叫我們知道 我們是將你今生賜給我們的 將它轉化成為有永恆的價值 以至到你的名是得榮耀 以至到更多的人是得了祝福 主我們在農曆新年牛年新的一年 再懇求你與我們同在 你將你自己最好的福分賜給我們 就是主耶穌基督 叫我們能夠全心地去依靠你 我們就帶著這個福分繼續向前 我們這樣祷告 是奉主耶穌明治而求 Amen 好,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